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五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独家报道 文章引述多个消息来源表示 马云在2017年前往纽约 在川普大厦与当选总统川普进行一对一会谈 还承诺创造百万个美国就业机会 但是那一次高调的出访让中国政府感到震惊 当马云在摩天大楼大厅里与记者举行非正式的电视问答时 中国政府与世界其他国家第一次知道这一次会面和就业承诺 两位接近阿里的消息人士表示 中国官员随后告诉阿里的政府关系团队 中国政府对于马云未经其事先批准 就与川普会面感到不满 而一月九日的会晤正值两国关系紧张之际 此前川普在竞选中对于中国提出批评 指责中国造成了美国就业机会的丧失 四位消息人士表示 他们认为这一次会面是马云和中国政府关系的负面转折点 现在投资者仍渴望获得有关于马云真正情况的线索 上个月马云在西班牙岛被看到 这是他一年多来第一次出国旅行 而马云一路面 阿里的市值立即上升到四百二十亿美元 去年十月马云在上海发表演讲 指责监管部门扼杀创新 此后当局对于马云的商业帝国进行了打击 而同时来自路透社的报道引述消息人士介绍 鉴于马云显得过于挑衅性 与习近平所倡导的治理方式格格不入 他自然成为被打击的目标 同时马云经常在达沃斯等地与外国总统总理皇室成员和名人会面 或者在他自己的海外访问中在杭州也有络绎不绝的外国首脑和贵宾来见他 接近马云的消息人士表示 在阿里的杭州总部有一栋楼是公司的博物馆 马云和他的商业伙伴蔡崇信会带着外国贵宾来这里参观 消息人士表示 马云将与外国政治家的会面视为中国的非官方外交 阿里告诉路透社 他们有一个被广泛称为九号馆的客人接待设施 但是补充表示在其总部的展览厅里接待各种各样的人 消息人士表示 马云在今年早些时候直接写信给习近平 表明自己愿将余生献给中国的农村教育 路透社没有办法确定习近平是否批准或者回复了这样的提议 也没有办法确定马云是何时写下这封信的 而有熟悉马云的消息人士表示 马云访问欧洲是为了进行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农业和技术考察 而阿里的联合创始人在六月接受采访时淡化了对于马云的影响 他表示现在马云正保持低调 有些人认为马云有如此大的权力 我认为这是不完全正确的 就像和你我一样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孙力军有关的消息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 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已被逮捕 据最高检消息 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涉嫌受贿一案 由国家监委委员会调查终结 建议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 对于孙力军做出了逮捕决定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同时通告还表示 今年九月三十日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消息 经中共中央批准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于公安部员当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 严重违及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孙力军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 背弃两个维护 毫无四个意识 政治野心极度膨胀 政治品质极为恶劣 权力官政绩官极度扭曲 妄议中央大众方针 制造散布政治谣言 阳奉阴伟欺上瞒下 捞取政治资本 为实现个人政治目的 不择手段操弄权术 党内大搞团团伙伙 拉帮结派 培植个人势力 形成利益集团 成活做事 控制要害部门 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 严重危害政治安全 狂妄自大肆意妄为大搞特权 在抗击疫情一线善离之手 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 长期搞迷信活动 使用公安侦查手段 对抗组织审查 违背组织原则 在组织寒讯时不如实说明问题 大肆脉官欲绝 安插亲信 布局人士 严重破坏公安政法系统 政治生态 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生活腐化堕落 长期收受大量贵重物品 长期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高档消费娱乐活动 长期安排私营企业主租用高档寓所供给使用 长期沉溺各种奢靡服务 毫无道德底线 大搞全色 钱色交易 极度贪婪 大肆进行全钱交易 非法收受巨额财务等 同时有称 孙力军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和连结纪律 构成严重职务违法涉嫌犯罪 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 变本加厉 情节特别严重 性质特别恶劣 影响极坏 应严肃处理 再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跟中国实证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香港明报的报道 明报预测六中全会之后 广东还有四个直辖市的一把手可能会出现陆续调整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湖北省委书记应勇等习家军将晋升入京 根据明报的消息 现在各地省级党委换届陆续展开 而在省级行政区中 广东北京等四个直辖市的书记还没有调整 此外四川青海宁夏河北新疆内蒙一把手还未换人 其余各省份都已经完成党政官员的重要调整 明报引述知情人士表示 预计六中全会之后 广东重庆上海天津北京一把手都会陆续变化 三十一个省级行政单位将在明年二十大之前完成人事布局 消息人士对明报透露 习近平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时 李强曾任习近平的秘书 担任浙江省委秘书长 预计未来将近生入京 知情人士还表示 李强现在的空缺将由支江新军的核心成员 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来进行填补 而此外广东省委书记李希也将北上进京 广东省长马兴瑞可能调任湖北 而现任湖北省委书记英勇 则将北上任职 预计将接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等 但是报道也提及 人事并非是六中全会的主要议题 下周预计将率先改组军委 知情人士表示 徐启林可能接替李作成 出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 而如果这样 徐启林会在六中全会期间 晋升中央军委委员 徐启林在七月晋升上将军衔 他仅担任西部战区司令 两个月便入京任职 成为了史上任期最短的西部战区司令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台湾有关的消息 中国国台办在周五表示 大陆方面依法对清单在列的台独顽固分子实施惩戒 禁止本人和家属进入大陆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新华社援引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的话说 要限制关联机构与大陆有关组织个人进行合作 绝不允许其关联企业和金主在大陆牟利 以及采取其他必要的惩戒措施 朱凤莲表示 一段时间以来苏贞昌吴兆谢等极少数所谓台独顽固分子 极力煽动两岸对立 恶意攻击污蔑大陆 勾连外部势力分裂国家 严重破坏两岸关系 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而大陆将依法对于台独顽固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终身有效 此前有媒体报道 大陆正在研究针对所谓台独顽固分子的惩戒措施 引起外界关注 再要为您关注的是房地产行业有关的消息 中国房地产商加兆业集团 以及同系公司股票在周五正式停牌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此前公司担保的理财产品发生了延期兑付事件 公司方面表示 受到严峻房地产市场环境和评级下调影响 流动性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加兆业集团在香港联交所公告表示 公司股份短暂停止买卖以待刊发相关内幕消息公告 而同系公司加兆业美好 加兆业资本以及加兆业健康也暂停股份买卖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知情人士表示 忙于偿还债务的加兆业集团 正在位在香港上市的物馆公司 和香港两处住宅用地寻找买家 加兆业集团计划出售相关持股 而在进入困境的恒大负债超过三千亿美元之后 加兆业的离岸债务在明年到期的中国开发商数最多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i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 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